103 乱速排序器 几个重点 第一个的话 要能够让它输入 所以这边的话就是用scanner的方式 scanner让人家可以直接去key key的时候特别注意 要用Nestline 用读入一行 Nest,我们有Nestin,跟Nest,跟Nestline 这之间的差别,Nestline是读入一行 所以 这边看起来是一行 特别注意,因为它有放行 所以要用Nestline 再来的话,Enter之后呢 就取得,比如说16,它就会 乱数 产生16个乱数 16个乱数之后,最后要做 由小到大排序 还好它不是由大到小 为什么,因为 ArraySort ArraySort的方法就是由小到大 不是由大到小 但是你也可以把它反序输出 反序输出当然也就是由大到小 好,这一题的话呢,该怎么做 好 这个部分很多 是前面用过的 所以呢,我就用 程式直接来看 第1个呢 几个重点 第1,要怎么样输入 这个数字个数 我们用什么呢 对面有个 对面有个print line 直接输出 请输入要产生 数字个数 接下来的话,用一个scanner 宣告一个scanner 物件 然后呢,我们用system 点印的方式 读进来 这前面用很多 读进来之后呢 好,这个地方 就会 让user去 使用者去输入 那输入之后呢,我们用 Integer 把它转成印者 后面加一个value 就是转换 它进来的 值呢 是一个 什么呢 一个字串 一个字圆 一个字圆 跟着一样 一个字串 因为它可能会输入12 可能输入两个以上的那个字圆 所以是一个字串 那进来之后的话 我就把它转换成为一个size 也是记得是一个int 把它转换过来 接下来的话呢 就产生什么呢 为一个阵列 那这个阵列产生的方式 原则上 就是这样的方式 或者指定 我们指定值 那这边 因为我们是要产生一个空间 假如说我今天输入16 那这边的话呢 就会有个16的空间 其实 我前面讲过了 正列它的原理 就是一个变数 可以切割 也就是切割成16等份的意思 然后让 这些资料呢 可以储存 就是所谓的正列 正列 那接下来的话 就是产生 乱数 那产生乱数的方式 一样的 我们就是从这个地方 0到 小于size 这个应该没问题 I++ 条件 接下来呢 我们原则上还是要判断 是否重复 判断是否重复 前面讲过 一样嘛 只是说我这个flog 你可以放在区域里面 或者放在上面也可以 那预设值的话 那预设值的话flog 我是在这边建立一个booling 但你可以直接在这边 这一行其实没有也没关系 为什么 因为它预设值就是false 预设值就是false 或者你可以把这一行写在这里 flog等于false也可以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产生一个数字 从1到 999 1到99 写作的方式 前面也用 也讲过 那 怎么判断呢 当然第1次不用判断 因为不等于0的时候 才去做判断动作 那这个地方我讲过 就是说跟前面一样 去做 读进来的 等于是第1次不用判断 再来的话呢 分别就跟其他的比对 那其他比对的方式 就是追 跟其他的值比对 如果说有相等的话呢 那就true true的话呢 就是再回到 这地方有没有 再回到哪里呢 回到这里 do 再继续 产生一个乱数 并且 就再比较看看 那比较看看 没有问题之后呢 我们就 做什么动作呢 做排序 第4个就是 用什么arrays sort 的方式做排序 那arrays sort 特别注意哦 你要 用这个arrays的 这个 类别啊 一定要先做 一定要做imple的动作 如果你没有imple 这一行如果你忘记的话呢 那 你的 这个 就会产生错误 比如说我这地方 把它 假设我忘了imple的话 有没有 这边就会产生 猫猫虫 好 这边把它 离着掉 scanner 这这边要imple两个 接下来的话呢 我就把它做一个sort 做一个排序 那这排序的方式 直接把正列的名称 给他就可以了 arrays sort 的方法 这个非常的好用 排序的话 用这个就可以 那最后呢 我用一个 宣告 印着一个k k等于0 到 这个什么呢 小于 这个size 并且加加 然后把结果呢 输出 输出的方式 特别注意就是说 给他一个k池 中间呢 用什么 当成分隔 用一个t 就是tab 一个t 然后把它print出去 就是我们的结果 这里的话呢 我把结果 来直接执行 看一下好了 比如说我今天一样 在这边输入16个个数 Enter 你可以看到 这边就是我们要的结果 由小 到大 而且不会重复 由小到大 不会重复 那如果说我今天呢 要产生的 除了说这个我顺便补充了 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 他到底运行多少秒 要怎么做呢 在头在尾 对 对 对 然后就是结果 好 试试看 把画面还给各位 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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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